这个宇航员就要死了 一颗螺丝钉划过太空 竟直朝航天器飞了过去 正好落到航天员身上 他抓住栏杆 固定住身体 可宇航服被打坏了 他含恨地撞向航天器 结果被弹飞出去 还把救生枪弄丢了 他离航天飞船越来越远 急忙查看航天服状态 推进器发生了故障 被用移动装置也失灵了 最致命的是 氧气还在不停地泄漏 只能维持19分钟 而救援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他非常生气 拼命嘶吼却无济于事 离航天器越来越远 突然发出警报 氧气还能支撑三分钟 他看了下手臂 想到一个活命的好方法 把手表解下来 慢慢上移 放到胳膊上 然后用力拽了下绳子 让他缠紧航天服 紧接着搬动关节处的开关 喷出一股气体 把袖子慢慢脱了下来 女人疼得张大嘴巴 不停地嘶吼 定睛一看 拨了个乖乖 手臂瞬间被冻成了冰棍 他没有过多犹豫 抓起袖子 旋转360度 对准航天器后 用力把袖子扔了出去 快速向航天器靠近 然后伸出手臂 想抓住航天器 可惜失败了 与航天器擦肩而过 而氧气也耗尽了 不过他还有希望 看了眼被冻僵的手臂 慢慢伸了出来 放到膝盖处 双手一用力 手臂发出吱吱的响声 再次用力 手臂就折了 捧着他支挖乱叫 然后抓起手臂 扔向远方 这次他终于成功了 回到航天器内 赶紧包扎伤口 如果是你 你敢这么做吗